大家好,欢迎回到新一集的视频情报室 我是你的主持人艾伦 如果你是未订阅视频情报室 麻烦大家按一按小钟 订阅视频情报室 得到你们的支持 整个频道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大家都知道下星期 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公布 就是Sony会有新机出 但是与此都不是 Canon都不太晚 新机没那么快 但是有两支比较触目的镜头 今次在网上都有些特别的图片流出来 首先就是这个200-800 这一款焦距 应该之前是未有人做过的 我很期待它的尺寸是多少 如果可以做到大概15-068 但是没可能 因为计算镜头的口径和光圈值 即使800mm到11光圈 其实都有那么大 所以你可以预期 因为前面的镜头的filter 有可能需要到95mm 甚至更加大 那 是不是可以很容易 像Nikon的600 6.3 拿出街手持呢 那我都很吃疑问 那这支镜头我会迟些再说 那另一支比较稳目一点 今天也有疑似上片流出来 就是Canon的RF1 即是比较R3 R5 Mark II R6 Mark II 就是非常有用的新的一支镜头 那其实焦距不是很特别的 24-105 以前通常是四光圈 那通常是一支728的一半size 那不会很大的 那比较轻便一点 那但这次流出来的照片 你会发现这一支镜头 整支 即是如果你问我 就很接近70-2.8的size 70-2.8的size 那就是 会很夸张一下 那 暂时重量和规格 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那但如果你说 好像实际上 70-2.8的size 那在玻璃上 在任何光看镜片上 用一个新的设计 或者用一些合成的非玻璃做原料呢 它有可能偷到大概1.1KG 甚至更加低的情况 那最近 其中一个比较好的reference 就是Sigma 刚刚公布70-2.8 是 给L-mount E-mount的支镜头 那它Sigma都做到大概1.3KG 那其实老实说呢 就跟以前单反年代的70-2.8 那分别不是很大的 那Canon EZ呢 现在纯粹看那个样子呢 就真的会比 传统的24-1054光圈呢 是长了很多 整支镜呢 长到它 几乎是等于 这个 72-200那么长 那你会问 在物理上 在镜头的设计上 在光红的设计上 是不是 可以一支那么长的 长到好像 72-2.8的镜头呢 可以做到24mm呢 其实答案上是可以的 首先说一下光圈值和招配的关系 如果它24mm 2.8呢 其实它那个 入光光学的孔径呢 它只需要大概是 就是24mm除2.8 那应该基本上都是9mm左右 那基本上呢 整支镜呢 那个设计呢 反而不是很大的问题的 而105mm去到2.8呢 那就要除了呢 都是大概三十多mm左右 那所以这款镜头呢 如无意外呢 它真的可以做到呢 用 within 77mm的标准里面呢 设计到一款 招配是 24-105mm 2.8L的 那 还有有防震 有IS 那 那 亦都 这次推出了USM 那很多RF的镜头呢 以往 除了大炮之外 巨型白色大炮之外 是很少加USM 就是USM 下去的 多数都是新的 stepping摩托 SSM 那这样的设计 那但是这次呢 用回USM 那后面也都有一个Z Z的意思呢 不是Litcon 是 大家估计 会是 这支镜头会有Power 2 那其实24-105mm 大概是3-4倍Zoom 那以往来说呢 其实又不是很需要做Power Zoom 那因为你可能一转 大概不需要90度呢 整支镜头呢 已经可以去到不同的焦距了 那但是 反而Power Zoom的用处呢 现在是在新的镜头的设计里面呢 是拿来拍片 你可以透过Power Zoom 可以去做微调 你变焦的速度 比人更加准确 那甚至你好像腾龙那样 你可以设计不同的 就是这个 对焦点 和变焦的位置 那令到 就是可以变焦到呢 根据Power Zoom 就更加多东西玩的 那甚至有些 可能特殊一点的Zoom的Effect 例如是Dolly Zoom 那也都可以透过Power Zoom去做到 那还有Power Zoom 就是你会发觉 就是 当那支镜头在录影魔时 就是那个变化 还有那个 镜头的追焦能力 还有那个呼吸效应 那是会更加minimum 还有更加好玩的 那你就会问 如果这支镜 拿出来是做一个 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正常的 可能分离摄影 又或者开工用 那是不是一个好处呢 那首先我会看到 这支镜头 比普通24105 尤其是四缸圈笔那支版本 是长了很多 大了很多 那我预计的重量 也多了很多 那但是呢 就是如果你加上Power Zoom 那可能对于某些 专业录影的朋友来说 会觉得好好用 那因为这个 就是以往 在很少文用系列的 Canon镜里面 看到有Power Zoom的设计 多数是 Cinema系列的 就是拍片的镜头 刚才会有 那另外整支镜头 本身 都很多不同的功能 有IS 那你就是预计的 那个机动性是比较好的 那还有你会想 其实这类型的焦距 好用啊 还是纯粹买一支 7200很用啊 你的传统的 concept 你就会想 我前面买一支 24-70 或者24-105 那后面再买一支 70-200 2.8 那当你有需要 转换不同的焦距的时候 就会换镜头 那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 都是给24-105 Cover很多时候 很常用的焦距 那值得一提 对啊 这支镜头是L镜来的 那都是 暂时比较少有的 肯定光圈 RF的L镜来的 那还有整支镜 就是现在那个 质素应该可以 吃到新 明年新的机身 那还有呢 出来的效果呢 应该都会 在对焦上 我估计都是不错 还有也有很多不同的 新的功能 是可以给你控制 那 那来着这个系列 就应该 相信会更加受 就是真的 是银食的摄影师 啦 运动的摄影师 啦 传统的摄影师 去用 那你可以想象 这支镜头 如果你配R3 或者配一些新的 R5 II的机 那个机动性 和那个弹性 是大了很多 那 当然你会问 艾伦 这支镜头 你预计多少钱 我觉得如果以Canon 现在最新的走势 可能我估计是2500美金 又或者再2900美金 我想可能都要接近大概去到 港元2万多的水平了 但是 就是 是不是 底 或者是不是性价比好 还是我 索性 不用那么多功能 去选择一支 24-1054光圈呢 因为那支镜头 大概 就是价钱相对便宜很多 但是 你没有了Power Zoom 和 没有了一级光圈 那对于专业人士来说 其实 这一个 两项的功能差距 都是一个致命的关键来的 那所以 今次都 就是这款镜头 你会看到 很少可Canon 可以做到一个 那么阔的变焦发围 有2.8光圈的 那 和那个焦距 虽然不是很特别 但是 是很常用的焦距来的 那 也都加上Power Zoom 和加上 IS 和USM摩达的设计 那 还有它的假座 假座本身 有了Aqua Swift 的 脚座设计 那所以整支镜 应该 可用程度是挺高的 那当然 你说 这支镜会不会拿来 一镜走天牙呢 那我想有些朋友会 那但是始终 体积比较大 就你真的 有时候用起来 不是很方便 所以target 就不是给一般客人了 真的给 拍片 运动摄影师 Event摄影师 和专业摄影师 那如果你是上述 其中 就是我所说的 其中一类人呢 那么恭喜你 那这款镜 应该都是 就是 你可能 夏年 2024年 其中一个追逐的目标 那 看看 应该 其实有关这款镜的细节呢 都不是真的这么多的 那可能 遲几天呢 CANON会陆续公布 那会更加多的资料 讲出来 那我其实也都预计 CANON在2024年呢 就是随着这个奥运年又来 那应该会更加多新的产品呢 去和NICON竞争 因为现在 最新的趋势就是发觉呢 Sony那个market share 已经是去到顶点 开始一个平稳发展的路线 那而反而是 因为NICON追上来追得很厉害的 那所以你会发觉呢 真的要去和NICON竞争 NICON真的不是一个差对手 NICON在上一个月到 这一个月出镜的速度快到 加上又有很多副厂镜 例如腾龙和Sigma 就是互相不断去支援 其实NICON呢 在2023年最后一季呢 其实上得很紧要 那所以 面对这个环境 即 虽然你说传闻可能明年 2024年会开放给副厂 去进Canon的RXMine 那但是 现在so far都没见到 一间比较大的副厂 会有类似的Pen 或者类似的产品 那所以呢 就这段时间呢 Canon都是挨打的 有少少在市场上 那但是这类型的新产品呢 就会令到它在 即那个 口碑上 在技术上 在镜头开发上 那个技术 那个指标 还有那个领先程度呢 是有走回前面了 好 那今集节目先说到这么多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comment 都可以 即是 透过留言功能呢 去说回你 说什么 那如果有些好的话呢 我都会拿出来讨论的 那多谢大家了 今集节目时间是这么多了 拜拜